今天在家里花了很多芋头 今天我要做了 芋头焖鸭 准备了鸭肉一斤 芋头一个 蒜头姜 还有一条蒜 先来切配料 蒜头稍微拍一下 再切几片姜 蒜切斜 蒜叶分开切 芋头切块 芋头有点多 我又全部拿来焖鸭 可以拿一点的高烧 起锅烧水 先来把鸭肉焯一下水 冷水下锅 有6-9可以加一点6-9去腥 没有6-9姜葱 可以 肉煮开一分钟 倒出来洗干净 另起锅烧油 油稍微多一点 油温适至下芋头 芋头先炸一下 等一下煮起来不会少 而且更入味 芋头炸到推起来稍微有点轻 表面有点微黄 大概8成熟左右 再把它倒出来焯油 鸭肉一下锅 破一下油 鸭肉破一下油 能够把皮里面的油脂炸出来 而且更容易熟更入味 大火炸一分钟 把它倒出来 锅再留少许油 下蒜头 鸭肉 炒出香味下鸭肉 再加水 水又稍微多一点 盖上盖子 用小火 让它慢焖20分钟 因为芋头太多 加一点起来高烧 可惜 好了 这一点焖鸭 倒入一点白糖 看这个鸭肉 看这个鸭肉 想吃不 想吃 自己做 在我家的鸭肉 是不会辣的 鸭肉冰酒料都可以做成很多美食 鸭肉 鸭肉焖了20分钟 这鸭肉已经差不多8-9成熟了 把芋头倒下去 盖上盖子 再焖5分钟 让鸭肉和芋头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焖了5分钟 开始来调味 再加一勺蚝油 一勺猪猴酱 再加几滴老抽上色 一点白糖 调和一下口感 酱肉是咸的 就先试一下咸汤 不过现在加点 把蒜放进去一起焖 焖熟后再放入双眼 开大火收汁 来少许包尾油 翻炒两下就可以出锅了 芋头焖鸭 好吃又下放了一道农村家常菜 鸭肉中有芋香味 芋头中有鸭肉的鲜味 两种食材搭配 特别的和味 这道农家常菜非常的下放 你先刷嘴啊 你先刷嘴啊